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中医采用的治疗方法是中和的治疗方法 首先要用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药膏进行外服 第二 每天要用中药进行熏洗和作愈 尤其是我们中药当中有一些脱水和消肿效果非常好的药物 应用熏洗的治疗方法也是非常快速的有效的消肿的一个治疗的手段 其次呢 还可以口服一些药物 具有清热 沥丝 活血 化淤作用的这样的中药 对于局部水肿的消除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采用上述的这些方法仍然不能达到好的疗效 仍然肿痛比较严重 就要判断是不是存在着血栓的形成 是不是存在着局部的这个严重的感染 如果局部有严重的感染或血栓行程 那么就必须结束 moonlight 144 00 blac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